秦始皇37年 叱咤一时的秦大帝 最终也不得不面临世俗之人 所必须面临的死亡之关 曾经苦苦搜寻不死药的秦始皇 曾经试图让自己攻击得到天的认同的秦始皇 也即将踏入属于他的封地 秦始皇借借改到了自己老脉无力 但是还是不愿承认自己生命有终结的那一天 上次在古伯老沙 遇刺早已令秦始皇感到惊恐不已 那把巨大的铁锤一不小心就会栽在自己头上 这种偶然性令生命变得如此脆弱 这令秦始皇对于自己的梦想中的长生不老感到怀疑 这之后 当秦始皇还被大铁锤改到心境大战的时候 民间又传出了几个传闻 当然这些传闻都是一些预言性的传闻 据说有人发现了一块陨石 陨石上面写着一行字 始皇帝死而递风 这句话重量远远超过了那把巨大铁锤 铁锤带走的最多是秦始皇的性命 但这句话企图夺走的还有秦始皇的土地 秦始皇那一世二世 乃至外世的理想被这句话击碎难以承袭 民信的他由此陷入了更深的恐惧当中 一阵之后就在秦始皇去世的前一年 秦始皇又听到了一些传闻 据说今年由秦始皇派出去的使者 从关东路过画一平书道时 有一个人忽然拿着玉璧出现在使者面前 然后对他说今年祖龙死 祖龙二字指的就是秦始皇 祖始也龙仁君相 使为皇也 如果说之前的预言只是预言的秦始皇会死 那么这一次的预言则是更进一步 直接说出了秦始皇已经死到临头了 以前的预言已经让秦始皇感到惶惶不安 这一次则直接让这种皇空进化到了最高点 因为秦始皇已经不是单纯会死了 而是快死了 快死了 民信的秦始皇在宫殿里慌乱地走来走去 这个时候他除了求救与神仙 已经别无他法了 于是秦始皇找了一名相扑者 令他为自己补一挂 结果这挂下显示了秦始皇必须再进行一次东循 方可消除避难 解除灾祸 这实际是胡说 明白人都知道这些所谓的预言可能是有心者制造的话题 只要枯置住娱乐基本上就成功了一半 那些巴不得秦始皇死掉的人 他们在武力上赢不了秦始皇 但是在装神嫩鬼上还是可以的 而秦始皇这位切骨一地也会着了这些小伎俩的道 可就到了这个时候 秦始皇的精神方面已经出现了巨大的问题 怕死 迷戏 这些缺陷像一只只渣狼一样 在秦始皇那伟大的身躯里钻脸钻器 此时的秦始皇已经和他那千古一地的名号相续甚远 而成了一个充满担忧的老者 秦始皇确实是准备他的后事了 但是秦始皇还继续想活下去 因此他不顾此时自己已经免满老衰 已经不足力再去进行一场跌波的凶事 他忽略了这一切 开始了他生平第五次 也就是最后一次的东旭 这次东旭规模照查宏大 但秦始皇已经失去了往常的经历 那些庆祝视为开刀锣鼓声 响传到了秦始皇的儿里 却似乎成了一阵哀悦 似乎成了一只乌鸦死前的自嘲 而两旁的遗战队和护诉士兵各个扫着脸 好似要将一个往生的人送到黄雀道上 秦始皇精神恍惚不定 这在当时一位想传诉自己攻击的秦始皇心里是难以想象的 但是在秦始皇内心的深处 他还是不得不承认这个儿子是出色的 是有才能的 值得自己教的 对于扶苏 秦始皇一直持着这种盲目的心理 最后秦始皇即将结束他生命的时候 他却抛弃了一些偏见和承见 扶苏此时对他心理形象再也不是一个叛逆的儿子 而是一个出色的领导者 于是秦始皇决定将他的位子交由扶苏来继承 其实在秦始皇的心里一直都是这么打算的 因为在他儿子当中没有一个人的才华能比得上扶苏 而秦始皇当年之所以立扶苏前往北方参加战争 是为了更好好培养个接班人 于是秦始皇做出了决定之后 便开始交由后世安排下来 他换了以来奉命写下自己的遗诏 并命令这个写遗诏的人将这份遗诏 送到当时接军和套地区的扶苏手中 可是在这份书席还没有送出去之前 秦始皇便死在了沙丘行宫 秦始皇就这样死了 但是他一身的功绩安静的离开这个世界 在秦始皇死之前 他的身边没有欺人没有大臣 只有他一个人躺在马车里 默默地等待着死亡的来临 换来开朗的他最终两眼一闭 是非对错 别交由给后人去评论去了 人总有一死 秦始皇死的并不悦 但是他的后世却令人感到冤枉无比 因为由他轻受的遗诏 并没有送出去 结果他的死亡 竟然不能第一时间告诉自己的亲生儿子 秦始皇如果地下有之 势必感到痛苦 后世虽然安排好了 但复苏已经没办法继承秦始皇的位置了 因为在秦始皇的身边 有一个人已经开始对秦始皇的权力 记忆很久 因此他抓住了秦始皇逝世的时机 准备开始他的阴谋夺权之路 而这个人就是那个为秦始皇写遗诏的人 他的名字叫 掌够